上岗胜贵州,4分0跑,五磊轰生涯第98球超郝海东。国安胜复利北京时间10月7日,2018中超第25轮,上海上岗主场五岗名狂胜贵州横峰,第22分钟王申超建功,第47分钟五磊破门,第51分钟埃尔克森建功,第54分钟五磊没开二度,第83分钟胡尔克破门。 上岗仍然以4分优势领先恒大,争冠形势有力,上岗以17胜4平3负鸡55分,仍然在联赛里处于领跑的位置,单级领先身后的恒大1分,这也令夺冠前景仍然并不明朗,此番意识必须要全力争胜,贵州以5胜3平16负鸡18分,在联赛里位列副班长,落后倒数第三的重庆对6分, 保级形势堪忧,但客场面对着领头羊困难重重,第7分钟五磊输送传中球被破坏,但随后古尔克得到皮球,他带球突破后起脚进射,门将奋力扑就将皮球得到。 第19分钟范云龙中场输送威胁长传球,精准地找到了斯蒂夫的脚下,斯蒂夫在即将进入禁区时,不停球直接打门,将皮球稍稍射偏。 第22分钟吕文军右路输送一记集聚员越安刀班的妙传,门前包抄的王申超快速启动,摔头攻门得手,上岗去得一笔零领先。 第37分钟于海输送威胁直传球,奥斯卡的球后横向盘带闪开空档,随后他的大力抽射,将皮球稍稍打偏。 第38分钟刘浩在紫方半场直接一脚极具想象力的超远距离掉射,虽然将球烧,稍打偏,却也经出上岗,一身冷汗。 第44分钟敏俊林中场输送挑传球,斯蒂夫快速插上得到皮球,他用头点过出击的门将后推射空门得手,主裁在同VAR沟通后判罚越位。 第47分钟吴雷在同胡尔克状强势配合后,快速启动形成粮机,杀入禁区形成单倒球,在同门将一对一的过程中冷静推射破门,主裁在同VAR沟通后无法判断,亲自去场边查看VAR后,判罚进球有效,上岗一二比零取得领先。 第51分钟吴雷右路突破制造威胁,随后将皮球输送到禁区内,奥斯卡再将皮球送到门前,埃尔克森抢到落点甩头攻门得手,上岗以三比零锁定场上的胜局。 第52分钟吴雷输送妙传,胡尔克的球后采用远距离吊射,门将奋力将球扑出。 第54分钟吕雷文军在禁区外输送一脚极具威胁的直塞球,吴雷快速启动插上行程反越位,冷静推射破门,上岩没开二度的好戏,上岗以四杠零遥遥领先。 第61分钟奥斯卡将皮球输送到禁区内,埃尔克森迎球大力打门被门将封出。 第68分钟郑凯木中场输送直塞,范云龙的打门不走运,的打在边网上。 第76分钟上岗主帅佩雷拉被砸上看台,这对上岗来说,也是个不小的打击。 第84分钟奥斯卡左路输送威胁传球,胡尔克快速插上摆脱防守球员推射建功,上岗以5-0继续扩大优势。 进球22分钟,王申超47分钟,吴磊51分。 中埃尔克森54分钟,吴磊83分钟,胡尔克红牌76分钟,佩雷拉黄牌13分钟,贺冠39分钟正,凯木75分钟,胡尔克换人62分钟,武林龙昌换35。 杜威65分钟,18张1换6,蔡惠康75分钟14,李圣龙换9,埃尔克森80分钟,8张圆换27,刘昊上海上岗4-4-2门将,1严峻林,后卫,4,王申超,50科,28贺冠,21于海,中场,6蔡惠康,8,奥斯卡,11 绿文军,10虎尔克,前锋,7,吴磊,9,埃尔克森贵州横峰4-5-1门将,1苏柏阳,后卫,2,唐欣,19郑凯木,31赵和静,35杜威,39柏利,中场,18敏峻林,6,范云龙,27刘昊U23,26苏亚雷斯,前锋,9斯蒂夫 将来看看片段 右手中文字幕定乱,3,4,1,4,6,5,5,1,5,1,5,1,1,5,1,5,6,1,5,1,5,3,4,1,5,1,5,4,1,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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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5,1,5,2,5,2,5,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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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6,1,5,1,5,1,5,1,6,1,4,1,6,1,5,1,5,1,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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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2,1,6,1,5,1,6,1,2,7,2,1,5,1,5,2,1,7,1,6